怀疑 今年的大选 将来奥波 麻面已经出现了吗 还是说现在街头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麻面呢 我们先来看在去年11月26号决战之夜 台北县永和当时出现这一颗子弹 还原现场 现在在台上帮忙助选 26号晚间8点多 联胜文邦新北市议员候选人陈红元站台 当时在台上 联胜文在右边穿着蓝色背心 陈红元则站在中间 两个人互相加油打气 谁知道没多久 嫌犯就突然冲上台 朝着联胜文台墙 联胜文在台上重弹倒地 第一时间立刻有支持者冲上前 警方赶紧拉开不相干人员 并在现场维持秩序 听到枪响 台下支持者群体 主持人赶紧安抚情绪 但这使联胜文倒在舞台上 警方和工作人员都待在一旁 非常焦急 过了没多久 终于救护车来了 再看一遍 从联胜文站在台上肇事 中弹 一直到倒下送医 整个过程发生的太突然 台上台下乱成一团 现场民众更是焦躁不安 因为这样的枪击事件实在是太吓人了 还原联胜文枪击案案发经过 当时联胜文和陈宏源就站在舞台中央 联胜文还没来待机开口 马面就冲上舞台朝他开枪 联胜文痛得捂住脸往旁边跳开 这是前逐联邦堂主刘正男 冲上舞台飞扑压在马面身上 算算才过了三秒钟 要不是有画面为正 还以为刘正男原本就站在舞台上 反应才会这么快 怪的不止这样 联胜文中弹后 陈宏源反应超诡异 慌乱之余还回头看了一眼 但这一眼看的是好友联胜文 马面还是冲上台帮忙的刘正男 从影带角度来看 答案似乎很明确 难不成是早知道会有人来开枪 那习兄动机又真的是检方所说的误极吗 枪前针结却留下了更多疑点 来 佳龙兄 你刚刚特别提到的是周美清的部分 对不对 就是现在在谣传嘛 我先听一下郭正亮 你也听说对不对 刚刚佳龙兄有特别听到 我也听说了 你也听说了 那这个 郑亮你听到的状况怎么样 我们稍后开放 导播那个开放call in的电话来 2796 6240 本来在这个小时 其实我们没有开放call in 我们所有观众朋友 你现在有听到奥波 请你透过这支电话call in进来 我们稍后听听你的意见 你有听到现在选举剩下两个礼拜 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奥波 欢迎透过2796 6240 打电话进来让我们知道 来 郑亮你听到的是什么 我听到的是亲民党的一个蛮重要的幕僚跟我讲 这样子 不是赖叶迁吗 不是他 不是叶迁 先澄清一下 OK 他说在最后三天 因为我们有规定十天内不能公布民调 可是目前的罚则就是罚50万 所以他们说最后三天会透过某个方式让某个民调机构或媒体来公布民调 不要叫多喝酥揣英文一趴 用这样来运作气宝 输 揣英文一趴 当然要运作气宝送出鱼 把送的票转到这一趴上 然后呢 你说奥波是什么 你也听到周美金 我这个就是蓄意违法公布民调嘛 他也罚了 一天才50万啊 这算什么 那就是说他就是不管你的规定了啦 那事实上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法律规定的不周详 事实上他就要应该追究 然后如果跟候选人有关就要当选无效 这样才会有用嘛 那现有的法律显然无法恐惧 那你也听到说现在怎么样 可能对周美金 我听到的是跟周美金有关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周美金的 其实民间的声望可能还高过马英九 那我听到有人就说 要小心这个 他们要对自鞭自保自演 再一次对周美金不利啊 然后引发同情心啊 然后制造这个效应 不过我觉得 我们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真的觉得说 这个马英九真是无能到家了 如果你如果这个事情 你连周美金都没有办法保护的话 你一定是自鞭自导自演 要不然你就是无能到家 连周美金都没有办法保护 我们这些国安体系 只有去做你的 这个选情的调查吗 都不真正维护治安了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奥伯 因为我也讲一下 像加伦刚刚讲 我自己到目前为止 什么奥伯都遇过了 包括这个暴力啊 真的哦 他就自己的场子 然后制造暴力事件 然后送到医院 然后马英九就去看 然后谴责我暴力 这种案子也可以啊 所以呢 为什么连家 到今天为止 非常不满意 马面的这个调查结果报告 他现在怀疑马后背 马面的背后 谁指使的嘛 当然啊 我认为真的凶手已经落网了 因为连家 他长期在国民党里面嘛 他们也当过总统候选人嘛 就是总统副总统 那一组的候选人 所以对国民党的运作模式 这个情报系统的运作也好 各种的运作也好 他们其实很清楚嘛 所以呢 你今天 你要是呼咙我们民进党 这个不得其门而入的 只是 愤愤不平的 那你还说得过去 你对连家 他们非常清楚 其中的运作的方式 你用这样来呼咙我 其实呢 他们是非常不满 但是碍于 这个共同的这个目标跟利益呢 它实在是不好发作而已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 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连家的不满 我们讲白一点 这个月千兄 他现在情治系统都说 他是依法现在做这些事情 如果情治系统 透过一些特殊人士 比如说黑道 开枪 你找一个吸毒的 老实讲 吸毒你不给你毒品 你叫十个 十一个都会去开枪 然后制造整个混乱 这整个选情 在最后两周 就可能会发生 我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透过各种方式 有谣传 但是也有可能 出现这种状况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这会不会真的是 在选前最后两周 重点是 我觉得重点是 怎么教育我们的选民 如果说民主一仗 这样子打下来到最后 不敌那么一枪 整个选情 整个气氛都改变了 刚其中特别提到 相信我们的选民 可是选民有时候 那个情绪一来 你很难 很难去做一些判断 你说事后再反悔 说哎呀 我来没家 给收金筹 我来没家 给撤一幕 没法 那一枪还真的是值得 你怎么看 很简单 第一个 我觉得对我们国安局 我自己本身 因为很多国安局的 这些官员 都是我的学生 他们真的是心中 还是国家跟民众 我觉得对国安局 不能够给他很多的误解 因为他们的确是为 但是如果说为了捍卫 所谓的国民党政府 不会 我想国安局 情治单位 不会做这件事情 那情治系统呢 如果别的系统呢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 这第一点 就是说如果以国家的机器 来做这个事情 做完之后 马上就跑到中国大陆去 反正有人护航 就这样子 我觉得以前的 威权时代有可能 但是现在的 国安人员的训练 跟法制的训练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益州刊 可以拿到这个表格 小军他们爱国帮派朋友 要很多了 好 这是一个 但是我觉得这是 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我觉得因为 我们的情治系统 因为未来假设 假设宋楚瑜执政也好 或者是蔡英文执政也好 我们还是要依靠 我们的这个情治系统 来帮我们把这个国家 的安全维系起来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但第二个呢 我还是强调一点 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有任期上的限制 因为没有永久执政的 政党是永远会轮替的 我觉得这一点 这个观念 我们的选民的观念 要牢牢记住 就是说没有人 永久执政的 也没有政党会永远执政的 因为政党以后 会永远轮替的 我觉得这就是 民主政治的常态 可是一谈到 澳国这个部分的话 坦白说我们难过 是难过在 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发展 在整个全世界的发展中 得来不易 要细心的维护它 要维护它 其实破坏很容易 但是要建立很难 我们发展到今天 这是我们台湾人 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了 应该是这样讲 但是如果说 我们今天能够跟中国大陆 来竞争 来对抗的话 其实我觉得 台湾的民主政治跟自由 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力量 如果说有这么多选举中 为了一死的政治利益 去做这么多的手段 都是奥博的手段 严格上来讲 全国人民要谴责它 这个是我绝对 一定是站在人民的立场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我刚刚很同意 其他乡所说的这个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选举 但是最受到不公平的人 其实不是蔡英文 而是宋楚瑜 我觉得 那如果选民要给 最不公平的人 还给他一个公道 我个人倒是认为 应该给宋楚瑜 一个很大的一个公道 这是我个人是觉得说 在一个这么大量的一个不公平的环境中 坚持到底的宋楚瑜 才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个人 可是如果按照台湾这个氛围里头 开个一枪 现在如果真的有这么多马面的话 马面出圈 开这么一枪 对整个选举效益 这个其实是还蛮值得的 选民必须要理性的来看待 因为我刚刚看到他们特别提到 其实我们的观众 在前几天也有人call in 进来说 可能会出现对于周美清 暴力相向的这种画面 如果又在一个像五都一样 一样在一个混沌当中 哎呀像开心啊 甚至有很多国民党籍立法委员 在决战之夜 怎么散播谣言 到最后NCC啦 中选会也都没有开拔电视台 跟这些候选人啊 可是选民已经受到营养 因为在那一股的 所谓的悲情当中 就感觉已经 你知道吗 选民似乎已经做转向 怎么办呢 如果一直这样走下去的话 我觉得执政 即使他当选 他也没有正当性 他没有正当性 他那四年基本上就是颇角总统 因为所有的议论 媒体选民会一直质疑他 但是就是拿到江山再说啦 来江郎兄 是不是 其实我一个执政者 要确保这台湾的民主选举 能够顺利的进行 所以当发生了一些 重大事件的时候 政府啊 因为你的总统在选举 那行政院长现在是 请假也在选举 副总统的时候 这个看守政府 所以现在台湾很脆弱 是因为台湾还是一个 很早熟的民主 那经不起太多 因为我们过去不管刘邦佑也好 或者是说阿扁的 或者是说这个 连胜文 确实都社会是有一些担忧 而且造成了在选举短期的波动 我要特别讲的就是说 政治人物千万不要去利用 这个东西来得利 尤其是掌握国家机器的人 以这个连胜文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看到排山倒海的人 在不断的加油添措 甚至有一些警政或者是相关的行政的单位 这个时候一定要护卫台湾的民主 你不能加油添措 我想记得很清楚的例子 因为我当时在当政府发言人 当发生阿扁的枪起案的时候 那时候 那个 陈文倩 其实 他在说 小护士 奇美小护士 一千万 翻起钱 等等 也要求 大家来拿 这个事情完全 选赏一千万 其实当时我也有跟过 那时候的 警政署长侯友宜 要去查 也都有查到 其实那些简讯的来源 来自于 其实是可以去传事后 但是 当时的危机处理 一定要是站在一个非常公正 这是我第一点对于 所有政品单位 你们那时候不是替任何一人一党 是替台湾民主 再来我是觉得说 因为赌盘 在台湾确实是一个变数 现在也确实都在赌嘛 那你相差的 今天最新的消息说是 蔡英文让 马英九十万票嘛 是不是 因为赌注大 然后 这口东西 真的是有一些人 感冒生命的危险 甚至去找枪手 所以这个时候 我是想说 我们的国安情职单位 你到底掌握多少 不要去找一些修开 那些小范围拌的 真正大胆的 是在海拌 在操盘嘛 不是不知道嘛 都知道 怎么样去防止失控 因为偷渡客也很容易啊 真的台湾现在是门雾洞开嘛 可以借由其他的人来犯法嘛 刘八博漢子到现在没有 我说你做完之后 有一些特殊管道 还是可以护送你出去的 那我是说 我要请我们的媒体去做澳国大权 我不是说我希望那个发生 唯有不断的教育人民 但我是在国安单位做过的 真正的情治单位 你要去沙盘推演 剧本想定 有哪一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会牵动什么 然后我们的媒体一定要秉持 不要让我们的政治人物 在那个时候 去做伤害台湾民主的事 那这里面确实啊 刚刚怡君讲过 他在台南那种地方 座头啊 有啦 黑兜啊 有啦 奇奇怪怪的 结果发生很多事情自边自导 像我在我的选区 真的啦 我现在就面对到我的好友 跟我的对手也是认识的 在提醒我说 我不要去做一个 这个攻击对手的文宣 攻击他怎么样 私人生活或者是说 我说没有我怎么可能 我选情很稳定啊 他说哇 阮生会影 以前常常常 找到一个人 阿公阿嬷去搬团团 搬了几盒子就被扣起来了 就说你怎么可以发这个黑痕 他说我不知道谁的 结果这个就在攻击 其实自边自导自言 然后媒体第一时间播报之后 甚至有一些现场自己 自己开穿啊 自己的床里面对不对 可能找一个人 对自己的人稍微开个枪 我跟你说你真是我们没有